一定有 有網友說 看過印度藝術的視頻之後 覺得大開眼界 為什麼不普及呢? 什麼視頻? 就是在網上看那些視頻 因為印度的學問 又是說每個生命都有它的軌跡 就是等於星球那樣 印度的哲學 它是一個 不會說沒有原因的現象出現的世界 就是每一件事存在人和事物有關係 都有它的前因後果 它不會故意去攀儀 就是你有緣分來到你就留下河 所以它們不刻意去推廣 還有它刻意去推廣 你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後 歐洲那個科學 當然對人類那個社會很大改變衝擊 它用基督文化推廣了世界 它是富強了 它是一種潮流 它力這麼大 它是會對這些這麼保守的國家 尤其是如此原始的知識 它是淹無了它 你普通人不相信 送個白髒骯髒 用口吹吹做個樹皮 你會靈不靈 你不會相信 就算我們有時候被遇見別人 它們都不會相信 對不對 我那天就是幫李醫生一把 因為有個台灣的醫生在學醫 他叫他媽媽來找我 他說他十年有青光眼 但現在都開始嚴重 他兒子一定叫他來拜訪我 問我給意見 我便說 你找李醫生 顏科醫生 但我怕李醫生 那個針灸下去 都不夠力通他 我自己 就隨便拿了我的筆仔類似的那些零件 在他一些特別的位置 在他的手上 通幾下看他的反應點 立即給他看 他為何看得這麼清 就跟他開了幾個位置 幫李醫生一把 你普通人不會相信 但我們是沒有收他的錢 但他自己 立即看得這麼清楚 我就等他去找李醫生 收拾一下 即是要有因緣 他要信我 他要誠心 他聽我兒子說了 他來找我 我便給點工夫去看 陳醫生來探我 我要坐在身邊 你看著 給點工夫來看 就是清光芽 我跟他開幾個按鈕 試一試 那他便有效 所以是很難的 這些這樣的醫術 你最簡單 大貓 我們鋪了一個 Irene Doctor 的祝福文 英文版 他那種唸法 是黃色的英語 如果你唸到一個總統 和你背得屬於祝福文 你會自不然將你以前學過的英文 是會組織一個很漂亮的文化出來的 自動波的 怎麼有多少人肯學 他不相信你說的 你要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的世界